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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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學測自然科102年的第17題 以知化學反應X加2Y等於3Z加W 其中我們用2克的X跟4克的Y 完全反應可以生成5克的Z 如果我們要生成3克的W 則需要多少克的X來參與反應呢 這題其實相當簡單 它只需要製造資料手環的概念就可以解出來了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要怎麼解完這一題吧 最簡單一開始我們要寫出我們的反應方程式 就是X加2Y等於3Z加W 接下來我們把我們的一開始給的條件給寫出來 我們用2克的X加上4克的Y 可以生成5克的Z 那接下來我們要求的是3克的W 那其實這邊很簡單 我們剛剛說的質量手環嘛 所以質量手環是什麼 質量手環就是我們進去多少就要出來多少 就像吃多少就要拉多少 是一樣的意思 那我們這邊反應物的地方有2克加上4克 總共反應物是6克 那生成物的地方這邊有5克 那W要多少克總共是6克 接下來就是數學了 國小數學 6克減5克是1克 非常好 答對啦 答錯了 不要灰心 加油 數學加油就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不知道的是 我們要求的是我們的X 我們的X在這邊 接下來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數學問題 如果我們的X 上我們的W 一開始呢 我們有2克的X可以得到1克W 那我們現在要3克W呢 需要多少克X 直接算 這邊是6 沒錯 那這樣子我們就求出來我們這題的答案了 答案是6克 那我們來看看答案到底有沒有在我們的選項裡面吧 我們算出來的答案是6克 那就是我們答案1 你答對了嗎 那這題其實東西沒有很多就是質量守合 但是我們要講的考題相關重點也是有 必要跟大家提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質量守恆定律在每次考試中都是相當相當重要的重點 那什麼是質量守恆定律 那如果有興趣的可以點一下這邊的連結 進去看我們有關質量守恆的介紹 那左手邊這個呢 木偶數 木偶數在本題是沒有提到 可是它在之後的計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反應式的計算裡面 木偶數是占了一個非常重的比例 所以如果對木偶數有什麼不了解 或是有需要更詳細的介紹的話 可以點一下左邊這個連結 可以告訴你什麼是木偶數 那木偶數的換算是要怎麼做換算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 大家了解了嗎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